每一个乐队比较出色 这一群是德州大学的死忠 因为我儿子在乐队里 他吹长号 这个乐队是全世界最棒的乐队 至于两个大学的乐队比赛 当然是加州大学获胜 他们好得多 埃里克斯你说是不是呢 冬天的华盛顿 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户外活动 可是室内活动一点都不少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你到剧场里 去观赏一出音乐剧 他爱我 she loves me 看一出再歌再舞 热情洋溢的音乐剧 可以让你忘记冬天的寒冷 三十年代的布达佩斯 化妆品店里发生的浪漫爱情 音乐剧《他爱我》 圣诞节期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上演 乔治是一间化妆品店的销售员 年轻英俊 加上聪明伶俐 乔治很受老板赏识 扮演乔治的是演员凯文·斯拉夫特 乔治是匈牙利的一个 三十岁出头的单身汉 在那个年代 大概是在一九三七年左右吧 三十多了还是单身 这是不太普遍的 所以呢 乔治在寻找爱情 乔治的好日子 让这个前来应聘的姑娘给打断了 她叫阿玛丽 林牙利齿的阿玛丽 第一天就卖出去了 店里积压的化妆盒 让老板刮目相看 音演员布瑞尼 奥玛丽 叛演阿玛丽 她是个书呆子 是个知识分子 三十年代不像现在 女孩子可以受教育 读书 成为知识分子 所以她比较独立 没有男朋友 也没有太多朋友 只是跟母亲很亲近 她的生活就是这样 乔治和阿玛丽在工作中相互竞争 关系很不融洽 好在工作之外 乔治和阿玛丽 各演自己的寄托 乔治有一个秘密的笔友 阿玛丽又通过报纸征婚栏目 结识了一个从未见过面的笔友 终于有一天 他们发现原来自己暗恋了许久的笔友 竟然是自己的竞争对手 那么两人是近视前嫌 还是分道扬镳呢 音乐剧《他爱我的剧本》 出自三十年代匈牙利的一个剧作家之手 六十年代被百老汇改编成音乐剧 音乐剧的改编者是成功地创作了屋顶上的提琴手的杰瑞鲍克和谢尔顿哈尼克 网络时代的电影《电子情书》 也是借用了这部音乐剧的情节 只不过笔友变成了网友 一个三十年代的故事 为什么到了今天还这么吸引人呢 因为这个剧是关于爱情的 你看看那些伟大的歌曲小说 还有那些杰出的电影音乐剧 基本上都是关于爱情的 之所以这个主题不断地被重复 被书写 就是因为人们能够从中找到共鸣 爱情的力量战胜了工作中结下的不愉快 乔治和阿玛丽经过种种波折 终于坠入爱情之王 音乐剧《他爱我》 以大团圆的圣诞祝福 结束 创作和上演这台音乐剧的 是坐落在华盛顿的竞技舞台 竞技舞台是美国戏剧界 有声望的独立制作剧团 该剧团拥有自己的制作系统 包括制作舞台布景 道具服装等等 与纽约百老汇不同 竞技舞台不是常年固定演出一部戏 而是每年每个演出季节都选择不同的戏剧 一旦选定剧目 剧团在全国聘请导演和演员 比如这个剧中 乔治来自弗吉尼亚 布瑞尼来自米西根 剧中的故事是否会在生活中重演呢 你们两个是不是也在工作中讨厌对方 但私下里又给彼此写信呢 我们既不在工作中讨厌对方 也不在私底下给对方写信 我倒是接到过几封信 不是你写的吗 看来音乐剧毕竟是音乐剧 生活中的故事是另外一个工具 美国花童记者重小红张松林 华盛顿采访报道 上星期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了 被劣质煤油烧成伤残的四川妹周灵 虽然得到法院的赔偿判决 可是被告却逃之夭夭 为了治病周灵和家人 来到北京中央电视台门前乞讨 周灵的悲惨遭遇 感动了偶然路过这里的美国人陈伯瑞 陈伯瑞回国后四处奔走 设法联系到治疗烧伤的医院 还解决了周灵的往返机票和生活费用 周灵终于能够来到美国治病了 下面请继续收听收看 美国万花筒记者方正的报道 周灵一家人无法与陈伯瑞直接联系 武圣县的英语老师徐兰成为双方的桥梁 周灵一家人在贫困和无助中挣扎 他们太需要好消息了 都靠爸爸要住庄家 要在该边打点工 一个月只挣了三百块钱 住狗的 只有狗买点米 零用还不够 妈妈每天背着周灵 穿过一片片庄家地 才能去正义的小学 十四岁的周灵上四年级 因为行动太不方便 她在学校的时候 连水都不敢多喝一口 虽说受尽名难 周灵仍然是班上的优秀学生 父母固然有良好的愿望 他们也会尽力而为 但如果没有外来的帮助 或许只能留下心有余 而力不足的遗憾 陈伯瑞做出的承诺 成为周灵全家唯一的希望 周灵仍然是一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